東京佐德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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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東京佐德橋 我是維恩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五家位在東京 東橋推薦的居酒屋 首先第一家是位在新橋的清水和那咧 這家店是以酒收料理為主 它所用的豬肉是日本產的 那這家店也很貼心的 就是在酒類以及食物類都提供英文的翻譯 所以如果你是國外人的話也不怕苦一點 這一道是看起來份量滿點的牛腸燉豆腐 店員跟我說灑一點七味粉會更好吃喔 我剛剛一入口為什麼會有吃驚的表情 是因為它這個牛腸是我吃過史上燉的最嫩的 我一吃下去我還以為我吃到的是豆腐 然後它整鍋煮得非常的入味 有那個濃濃的就是牛腸的香味 這個是上周醇的烤肉串 這個呢是內臟的鐵板燒 然後它的那個內臟在這邊 上面還要加上滿滿的泡菜 我現在來吃一下這個豬舌的串燒 它這家店很厲害耶 它的火候運用的都非常的恰到好處 從剛剛的那個牛腸啊 然後到現在的這個豬舌 它烤的火候非常好 所以都非常的嫩 再來吃這個沾滿了燒烤醬的豬肉丸子 它這個糰子啊 配上烤肉醬非常的香之外呢 它裡面的口感很特色 因為它還有一點點豬的軟骨 所以咬起來脆脆的 接下來就吃這個 泡菜加上各式各樣的內臟吧 這個內臟跟泡菜真的是太搭了 因為通常我們知道 內臟類可能比較會有一點點心味 所以用這些泡菜啊 口味重的可以下去調味 而且它的泡菜 以日本的程度來講 真的是辣得非常過癮喔 這道呢是烤的橫格模佐醋還有蘿蔔 再沾一點芥末 然後再沾這個醋加上一點蘿蔔的醬 它的口感啊算是比較嚼勁的 不像前面那幾個內臟類的那麼的軟爛 然後呢 你覺得這個蘿蔔配上醋的味道啊 更點出這個肉的鮮味 第二家是位在台廠的全巴 全巴這家餐廳啊 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台廠夜景 全巴的菜單呢 有很多我們常吃到的聚酒屋的日本料理 然後它上面都有寫英文 所以其實不會日文的也要點菜喔 這不是豆花喔 是豆腐 吃豆腐喔 喔 喔 它是冰的耶 可以吃到蠻濃的豆香味 有點像更硬的豆花 然後搭配那個醬油 好好走 玉子燒煮的 軟硬剛剛好 不會太軟不會太硬 然後配合那個蘿蔔泥吃下去 對於那個蛋的清香跟香甜 更凸顯 這個是牛肉 然後中間的是花瓜 也是鵝肝 然後最左邊的是鮪魚肚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牛肉喔 黑毛鵝牛加青椒 吃吃看味道怎麼樣吧 牛肉超級軟嫩 然後它烤的也非常好 吃吃看吧 這鵝肝加上草莓之後 整個去油解膩 吃起來比較清爽一點 試吃青椒丼啦 我個人最喜歡吃青椒丼 因為 會吃到蛋黃的香甜 然後味醂 還有那個很嫩的雞肉味 超下飯的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雞團子 這看起來就很嫩 來吃吃看吧 火蒸很嫩 然後再加上烤的裡面的脆度 讓那個皮有那種脆脆的感覺 加上它那個醬汁 絕配好吃 第三家是位在清純白河的 miyako 這家店1924年就開張囉 然後是以賣歌蒙伊 還有小料理為主的日本料理店 這家店長總共有三層樓 然後兩百一層 就算是一家非常寬敞很大的甜點 那這家店 我就是單點跟餐點可以選擇 其中最推薦的就是它的身穿腐飯 然後我們這什麼都可以 聽著版而必吃的身穿腐飯 那我們吃吃看它的腐飯吧 這道它吃起來就是非常的清淡 但是呢就是它的酸菜啊 蛤蟆跟它豆皮的味道都有入味 這個是炸的旋子 天婦羅 然後旋子就是一種跟鰻魚有點像的魚類 這魚啊吃起來蠻清淡的 好像有點微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炸的質量很酥脆 這道就是烤雞沙拉啦 這個沙拉很清淡耶 是要蔬菜的新鮮原味 好 現在我們來試吃它的茶碗蒸 它這個茶碗蒸啊也是蠻清淡 可是你可以吃到它那個高湯的味道 然後我剛剛入口啊 除了吃到蝦子之外啊 還有一個柚子 所以它就有點清香 然後又微微的苦的味道 這是我們的炸和蝦 哦 超脆的在這裏 它炸很帥 整個連那個猴還有殼的味道 我來看一下 吃看 第四家是中野的居酒屋 露蒸氣 家店的裝潢啊 這十分的真實 非常的有趣喔 這是它的歐托西 吃一下它的歐托西吧 它歐托西很特別啊 因為這家店主力是魚 所以它的歐托西也是魚 是那種醃漬的 吃起來有點像罐頭的魚 味道還蠻重的喔 這道是山藥的生鮪魚 加一點醬油齁 然後呢 接下來就給它 稍微攪拌一下 吃吃一下這個山藥加生的鮪魚吧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我覺得啊山藥泥跟這個鮪魚的味道 意外的搭 然後再加上一點點那個 哇沙比跟醬油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match 我們都點到這家店的招牌是 所以 是 油脂分布還蠻均勻的 然後 整個吃起來蠻甜 肉質也蠻進食的 好吃好喜歡 大家猜猜看這是什麼 好竟然是 鮭魚飯糰 看過史上最大的飯糰 對 超可愛的 長得很微妙 來試試看吧 真的就是飯糰 但是這個魚還蠻鹹的啊 所以也蠻下飯的 點了炸章魚 哇 隱隱約約有一種 海產店的龍豬的感覺 喔 好吃不會太硬 嚼起來會滿印度失蹤 這是白海盜網楼用延伸釣法釣前的魚 數量限定喔 應該超好吃的吧 這家店的招牌就是烤魚了 這家是烤魚吧 看它的尾巴應該是抹鹽下去烤的 喔 好吃好吃 它這個 平好的 脆脆的 有一點抹鹽淡淡的鹹味 然後它的魚本身啊 鑽炒的 可是裡面非常的嫩 然後它的肉呢 就是偏 偏嫩 整個整體來講 我覺得很新鮮 最後是高原寺的 沖繩料理 爆瓶 吃一下它的 烤雞 它這個兩個綜合的菇類啊 煮的都滿軟爛 然後滿入味的 這一道就是炸的 捲捲捲的炸水條囉 炸的好脆喔 這道是山谷瓜炒豆腐的蛋 然後上面還有跳舞的柴魚片喔 試吃一下炒苦瓜吧 它的山谷瓜啊 吃起來就是脆脆的 然後不會有很苦 發了一種淡淡的苦味 之後有點鹹乾 然後加上那個柴魚的香味 非常的好吃 這一道是 豬肝炒豬菜 這一道裡面呢 有豬肝 炒豆芽菜 韭菜 還有蘿蔔 它這個豬肝啊 吃起來不會腥 然後呢 配合上這個 炒豬菜很清脆的口感 整體的搭配還蠻好的 哇 這真的是相當的柔軟耶 這道菜啊 吃起來就非常像台灣的滷肉 或者是東坡肉喔 它的肉啊滷得非常的軟爛 而且呢 調味也入味得非常的好 所以呢 一咬下去呢 這個 瘦肉的口感還很完整 但是肥肉的油脂就直接化開在你口中囉 這道是 切成一片一片煎的 小熱狗 加一點它的美乃滋 配一點 咖啡菜 遇到吃起來 很家常的菜 還不錯 這什麼呢 最後一道 沖繩炒壽包 這道炒麵啊 它主要的基調吃起來其實是偏甜的 因為它加了大量比較甜的醬油 另外呢 你可以吃到一點海苔的香 而且它的麵 是屬於比較粗比較硬 所以吃起來口感還蠻實在的 以上就是五家東橋推薦的居酒屋囉 你覺得哪一家看起來最好吃呢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大家下見 掰掰